一笔财尽在运通 相当的少 各位说是520以来的第四低量 但是今天搞不好会更少 我们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 今天开高之后 那么就一路盘低下来 现在是小跌7点 但成交量 等一讲的话 你各位看到 现在目前 一间半个小时才115亿 今天预估量就在这边 预估量是501亿 昨天是548亿 是这个520 今年520就是总统就职日 从那一天开始以来 昨天是第四低量 如果今天真的是这种成交量的话 可能就创下520以来的 第二低或第三低量 当然如果这么低量的话 也会造成台北股市 如果真的要反弹的话 也会没什么利器 那今天是目前为止 是小跌7点 各位看一下 我们今天传说区的第一道讯息 今天是10月4号 一大早8点49分 然后各位看一下内容 其实我们每天早上 我这个地方附带一提 只要你是我会员的话 每天早上在8点多的时候 就会收到我们的第一个讯息 就是对于大盘的预测 那到底准不准呢 其实各位如果说 看我节目一段时间的话 就大概知道 还真的蛮准的 我们各位看一下 今天的第一个讯息好了 美国股市收黑 台股的反弹能力 会稍打折扣 不过呢 昨天成交量太稀了 昨天成交量才548亿很少 那么恐怕运动台股再度往下跌 那目前为止真的是跌的 但是预料下跌的幅度呢 又不大 你看到目前为止 这一段话还真的蛮准确 那短线股票呢 谨守设下停利点 一旦是有获利下车的话 随时我们可以再转战到 下一档股票去 所以我们随时会上车 也随时在下车 就是要会实现获利 那为什么要 就是要设下停利点呢 也就是因为目前 我看台北股市能够反弹的幅度 空间是有限的 因为现在看 现在台股 今天早上来讲 反弹空间只有涨9点而已 现在落7点 属于说最高 最低 最低 以目前来说 半点多前来说 最高涨9点 最低跌9点 才18点而已 说实在的 震荡幅度还真的相当少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感觉上就是 算好都没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 昨天的传点稿 这是昨天10月3号 传点稿涨6 7点 顺便一提 讲到这个的话顺便一提 各位现在看到我们的节目 算是现场的 现在是9点33分 是现场节目 不是重播的 我们从昨天开始 我们从10月开始 就是已经用现场来跟各位做服务的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现在讲了半天 好像是昨天讲的 好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昨天所写的 现在是现场节目 但是你现在看到 传点稿是昨天所写的 那来看今天 昨天是涨6 7点 你各位看到 这个昨天的成交量相当的少 500多亿 那么各位看一下 我长期的观察台股的心得 就是说 如果台股始终能够保持这种 不过度放量 而比如说所谓的大量 顶多就是千亿 多半都是这800亿左右 或之下的形态的话 那么台股很可能 还有继续往上走 而且是没完没了的行情 可以期待 然而这绝非全股民之福 因为如果没有量 就代表散户是没有大举入场 也代表观望气氛是很浓厚 而一直观望上去的行情 散户所赚到 好像是空气 绝对不是钱 好了 这个地方有提到 未来这几天 需要小心提防 指数还有往下压 进行短线修正的可能性 刚才今天大半基础 现在是目前是跌的 这个昨天有做出预测 我们各位看一下 未来数日还需要小心提防指数 还有往下压 进行短线修正的可能性 所以随时要警醒 做出获利落贷为安 然后再转换到股票 转换别的股票 继续给它赚下去的这个动作 其实我常常在做 不管堂头也好 扛头也好 不管多头也好 空头也好 我随时就是 第一点 反正随时会带你下车 因为你多头再怎么样多头 再怎么强 到行情到好 你也随时要去下车 因为股票不可能 整个几分都这样起来的 它也是这样 起起扑扑 就算可以念起起扑扑 那你就抓到一个相对高点 就下车了嘛 转换别的股票 继续转下去嘛 对不对 所以我随时下车 随时下车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说 让你落贷为安 这样钱才真的有累积 不然的话都只上富贵 你只看股票这样起来起来 你没落车 没代表 公顷才有贪得钱呢 我相信大家 起码这个人生 就是说随时上去的话 一直上去 你股票是真的 感觉上是有赚到啦 但是那个时候只上富贵 但是过眼云烟 万一掉下来的话 你可能还是一样没卖 那个都是忙来忙去一场空 所以我随时会让你落贷为安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落贷为安的话 我们可以再做第三个动作 就是转到另外一档股票 这样继续贪下去 那钱才真的有累积到的 比如说以今天来看的话 目前为止是跌7点 我们昨天不是一大早 在一样9点半的节目上来 就跟你讲 我昨天有调节一档股票 那是空单获利回补的 我们各位看一下 这是昨天的10月3号 各位再回头看一下 10月3号 昨天早上8点40几分的 传达第一个讯息 就是F经利这档股票呢 我们挂42块9获利回补空单 我们从这个讯息 你可以看到简单明了二要 不会跟你讲说42块9的附近 没有这件事情 也不会跟你讲说42块9上下几档 那请问你怎么挂 所以你干脆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 就是42块9 给你开半画一个42块7毛五 开盘价42块7毛5 成交了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 这张股票是空在 9月26号上礼拜一 那昨天是10月3号 也是礼拜一 那这总共四天 因为上礼拜五 拜礼拜三有台风假期 这样子四天 获利是2块1毛 那幅度是4.7% 那至于你也想的 就是我任何一档股票 会切入进去 不管是做多或做空 一定是有另外一支股票落车 那经历从哪里来呢 经历就是当时出的 加联益这档股票 那转空F经历的 那你各位看一下 加联益这档股票是9月20 我们看9月26号空F经历 9月26号 那么9月26号是礼拜一 往前个两天 9月23号就是出掉 加联益的时刻 就是那一天出掉 加联益的20块7 收工到大为安 恭喜啦 那礼拜五出掉之后 过完礼拜六礼拜天 那就是9月26号 那9月26号 你可以看到经历是空在 44.85 那如果说台风过后那一天的话 是43.4的 那一直到9月30号的话 42.7 你可以看到股价其实不断的掉下来 我是一天天跟各位追踪下去的 这样四天的时间 你看这档股票 你看大幅要在那里震荡 你真的要放开 你最多一支可以这样出下去的股票 刚才说大幅在震荡 你如果真的要做 当你也做一支 股票可以这样 你背起来的股票 这个就要靠老师的本事了 你可以看到 我们做多也在做 做空也在做 这是你做空的 这样扭下去 扭扭扭 这样下去了 那之前的话是 这档股票 我们下车是做多的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这档是 加零益 做多下车的 收工落代为安 当然恭喜 因为当天是出的最高价 20块7 好了 你还要管那管那位 不要紧 六个钱我把人抬 你还要后边还要管那位 不要紧 都不要紧 换换个 做多落代为安 然后下车之后 才会转到这个F经历来 这样各位明白吗 空单 到10月3号就昨天 获利回补 那这样子 从44.85.5到 昨天的42.75.5 获利落代为安是2.1 幅度是4点多帕 这个我们只要股票 有做的话 有成交或怎样 我们都会随时来 跟各位做报告 也让各位 几乎能够采取 跟我们同步的动作 当然你不可能 完全跟我们同步了 我在 我在做多什么 上车什么 下车什么 你哪可能就 同步会知道 但是呢 我基于这个诚信 我都会在 这个节目当中 来告诉你说 我们这档股票呢 已经下车了 这档股票呢 是还没下车的 好了 讲到这里 这个地方呢 你现在看到 是属于4天收工的 这档F经历 是4天收工的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嘛 但是呢 我们不全然说 所有的股票呢 一定要做的 两天 三天 四天 那么短 有点是 我们这支股票 是要一段时间 但是我的科目就说 就是大家入会的话 可能半个半年啦 或者是可能一年的时间嘛 对不对 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嘛 所以然后尽可能就是说 尽可能越短越好 股票给你贪得更快 要最好 那位股票呢 如果波段有行情的话 我会让你做波段 比如说 我们现在看台北股市 现在是涨15点了 你就拉上去 这是 这是也呼应的 就是量缩 也不代表大盘要跌到哪里去的 这个已经算是讲过了 好了 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如果说一档股票有行情的话 我会让你做一个波段 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用这档股票来看的话 你先看一下 这是9月7号 也差不多快要一个月之前的缩合 这一档股票 我们就接接实实用波段的心态来面对的 那为什么用波段呢 你听我讲下去 就这样会知道 我们当天是 吃了359块 最低是352块 我们吃了359块 因为我想说 它流了一段时间啊 流了很轻啊 那早上它就继续抬下去 抬下去的位置 我们想起来 我们抬起来 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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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抬不下去 抬不太下去 我就自己有一个敏锐的感觉 告诉我说 这档股票差不多了 再跌嘛 跌不太难以去了 所以当天我就叫359块 这样把它签进去 签进去 也真的非常幸运 当天它越有盘越贯 越有盘越贯 结果是有盘越贯 三八七来搞 你只看当天来讲 一个价差 就已经高达两块钱了 坦白讲如果说 以当天如果做出 下策的动作来讲的话 会员扣到手续费 已经赚到一万多块了 好的 那我现在跟各位讲 这档股票干什么呢 不是代表是说 我们当天的价差赚多少 不是在讲这一点 而是跟你形容是说 台卫股市 我们最近的操作来讲话 你看到我们做多也在做 做空也在做 有时候一档股票 那两天我就给它砍六了 收工多代为人了 有时候三天有时候四天 但是这支股票来讲 有时候剖高降息 有时候剖高降息 你就看下去 就知道会知道 为什么要报波段呢 你先看 三百五十九块买进去的 然后呢 你看一下这一张 这一张就是九月七号那一天 为什么买这一张 你知道吗 因为它跌了够深 然后跌到这个地方 报大量 其实我们很喜欢带会员 去做一个波段投资 一档股票 就是说 它跌 让变成我们便宜货嘛 你不要说 剖高降息了 那个就没有什么吸引力 你也不要去怕跌 跌到只要出大量的话 表示市场有 有这个承接买盘了 你也不要怕一档股票 就是说 剖高降息了 你只要看到承接买盘出现的话 其实代表是 它离底部也差不多了 你看这档股票 我也不是在高档承接呢 我是剩下这个地方呢 那我承担大量啊 你记得吗 我常在电视上讲就是说 高档高量就是危险讯号 跟这档股票说 本来当年了 我承回我承二十几档的行 这档的 共享顾 就是说 高档高量就是危险讯号 因为常常会有些 有些那个 有些那个 口头的 就是 应该怎么讲 就是要告诉你 就是 那个口头的台词 那么跌跌跌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放大量了 这个就是告诉你 就是说 高档高量就是危险讯号 为什么这样讲高档高量呢 因为你再倒点边看 那你是不是变高档高量 所以讲 一直在讲高档高量就是这样子 倒着看的话 它就一直往上跑 跑到这个地方放大量了 高档高量危险讯号 危险讯号代表是 可能会往下跌 问题是 这档股票是倒着看的啊 所以呢 回头来看的话 就变成往上啦 所以那天我就敢做承接 所以呢 会员 有没有福气 你敢来看你知道 三百五十九块 这是九月七号 如果说到今天来讲的话 你自己看 现在就走多少了 三百九几块 三百五十九块呢 现在三百九一块呢 这样有钱没钱 钱没钱了 钱三百几块呢 你自己看 这档股票 我们是在这一点买的 九月七号 那中间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有在整理 那也跌到这个地方了 但是它就是没有跌破三百五十二块 就是没有跌破 可能跌破的话 我都还是挺有损的 问题是它没有跌破啊 三百五十九块 好 到今天为止 三百九十一块半了 以这两个来讲的话 你觉得我们这个波段 报下去值不值得 因为三百五十九块 报到今天三百九十一块半 一张股票已经账到三万多块了 不是这样子吗 这个是属于波段的这个持股 那当然有些股票 两天就卖出了 三天就卖出了 四天就卖出了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不管是短线你喜欢的 或者喜欢长线的投资 OK 都OK的 都迎合你的胃口了 不是这样吗 好 台股股市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台股呢 就是刚刚突然间 汉地八冲 平地生累突然间拉高到达 现在目前为止涨十五点 但是今天的目前的幅度 都还不太大 最高涨二十四点 最低是跌九点 幅度不太大 那最主要是量缩 但是量缩也量缩 是操作方式 但是记得啦 会记得装车 你就会记得下车啦 好了 我们就先下马上去了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眼部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常识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谱部蔡老师 联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 Code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得加速 02 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香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成效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感染灯格热 大家一起来 清除支撑员 盆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漏沟屋底排水槽 每周清理 不阻塞 猜源除水桶 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 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瓶瓶罐罐药 要倒干净 再回收 预防灯格热 清除支撑员 大家一起来 开始 各位好 欢迎回到 飞月时贝速现场 我是运达头顾蔡一张 我刚刚在休息时间 看一下我们所送的股票 当然是表现得非常优秀 所以我现在突然间 不晓得要讲哪一个股票 因为反正都是很漂亮 所以我只好割舍掉一些 因为时间有限 时间有限的话 没办法全部讲 我们所送的所有的股票 我刚刚刚各位提到 就是溯和这档股票 因为是属于波段的投资 从359块 那么到今天为止的话 已经高达391块了 当然是在获利之中 这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谈了 目前还在持股续报之中 那么我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说这档股票是跌跌跌跌到 放大量的时候 那当然代表市场有承接的买盘 那同样情况发生在另外一档股票 刚好也是我们所算的股票 你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2379的瑞玉 为什么呢 当然以今天来讲 涨了两块半也算是相对的强势 那你各位看 昨天还很强势 但是你看看 它有跌跌跌跌跌到100块半那一天 也是放大量的 13159张 你也是这样 摄到半大量 自然就成千满百就出现了 然后后来呢 在隔天的时候 小涨一点点 那再隔天就昨天 都大涨了 在今天再度拉肝停腰 这档股票我们是在获利之中 这个已经没什么话好讲了 反正就是说 其实我这个等于是要教各位 年轻的股票都同样 它们摄到有债材 摄到半大量 通常这档股票 如果说你有持有 你就抱着吧 你不要再担心太多了 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提的 那我刚刚不是也提到 就是那个 我们昨天不是把这个 F经历做一个回补动作吗 对不对 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一张好了 F经历是从加年以下车来的吧 我刚刚不是提的吗 对不对 那加年以下车 下车之后呢 F经历就放空嘛 那到昨天回补嘛 这个刚刚讲过了 那为什么又讲回这一张呢 你知道吗 其实我这用意就在这里了 任何一档股票 我们都是一定带上车 一定会带下车 带下车之后呢 讲的话 当然钱就会回来嘛 钱回来了 我们就可以想办法 再去买下一档股票 再去瞄准 然后继续赚钱嘛 所以呢 我们绝对不会让你那样兵荒马乱的 然后就是还要错证复杂的 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因为上车下车 下车钱回来了 我们再来上车 不会说没有下车 然后就买另外一档股票 没有下车是什么酒车的 所以一定要下车 啊 除了说车上车来说 F经历下车了嘛 回补了嘛 四天收工 落袋为安了嘛 对不对 这个是刚刚跟各位讲的 好 落袋为安之后呢 落袋为安之后呢 那干嘛 干嘛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 现在讲的 这个就是 在这里啊 就是昨天啊 13号呢 我们把精力空单回补完之后呢 那转空为新复发 我们昨天空485 收盘48块2 我想又准备要转了 这昨天哦 我们昨天把F精力空单回补完嘛 然后就转空新复发嘛 一样为止放空的方式 那这一档股票呢 我们就看昨天来讲的话是这样子 不是 这是今天哦 就昨天收盘哦 今天早上来讲的话是在这里哦 那为什么给你看这一张你知道吗 因为新会在进来 或者是说昨天如果说 你的观望东观望西没有做空的话 那今天就看到这一张了 今天早上11月4号 早上8点53分还没开盘 昨日新复发空单如果没有成交 或者是说你昨天根本没有做多种 或者是说你昨天才刚入会的 好了麻烦你就今天挂48块4 卷空必行 结果开盘价就开在48块5 当然就又成交在48块5了 这样你了解吗 我们挂484 卖就等于是卖嘛 卖484结果是485就开得更高 那我们就成交在485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哦 如果说485的话 今天早盘哦 我们就是早上印的哦 10月4号 开盘就开在48块5 目前为止最高也是48块5 我在上节目之前把印出来的哦 好了你现在看一下好 如果说以新复发这档国票来讲话 现在是多少 是不是跌下去 或许你认为说它跌不多啦 但是我们任何一档国票不是从刚开始 小获利那变成大获利的 不是这样子吗 我在斗短来跟你讲耶 它跌不多我也是拿出来跟你讲耶 这是一个实在的成绩单耶 昨天是把F经历空单之后 回复完之后 转空性复发 以现在的看法 我们都还在获利之中耶 大盘现在是谈起啊 大盘在这里哈 大盘现在去18点嘛 但是它是这样下去哦 这档国票我们也是在获利之中 所以你现在 所以我刚才跟你讲 我在广告之中哦 忽然之间我不晓得 到底要讲什么国票 因为什么国票都是 都是很漂亮 都是很漂亮 我再给你看一档好了 我给你看这个是 宏达店这档股票 我们在上礼拜 9月29号下车的 9月29号下车的 在9点34分 当时看到88.3 市价获利下车 我代金一定会带出的 市价获利下车 那下车是在这个地方圈圈 各位不要怀疑 因为我们就是9点34分 挂出了价格 市价扛6 9点34分刚好就刚好 在股价最高的附近 最高888 我们出在883 结果收盘86块 好了 这档股票呢 我们各位看一下 当时是把聚邦这档股票出掉 转进到宏达店的 你可以看到聚邦 我们当时从这个地方 坐到这个地方 下车 那你看到下车之后 你看聚邦发生什么事情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下车在这一天 最高点哪一天 9月21号 下车之后它出了 跌下来 所以有栽调背起来 我们供给你 但是问题又没起来 直接下来 所以表现我比较好远 比较好运气 9月21号你可以跟着我出掉 哪一天 下来了 好了 聚邦出掉之后呢 转进到宏达店 宏达店 出在883 那如果说宏达店 现在的股价多少 你自己看一下好了 现在是873 我们就在883 所以表示说 我们一档股票 一档股票 这样一直借下去 然后宏达店下去之后呢 转进到伪权店 你也知道伪权店也是在赚 这个昨天都来股价 创新高了 创半年来也新高了 这个已经不容许 我有更多的时间 来跟各位做分享了 但是你各位看得到 我们股票就这样子 一档换一档 获利是无法挡的 好了 亲爱的朋友 反正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还是跟各位 赵伟告诉你一下 中高价位 喜欢操作中高价位的股票的话 忙碍你选择非要家族 喜欢操作中低价位的股票的话 忙碍你选择十倍数货元 一样都不会让你超过三档的 这是永远的承诺了 如果说你不忌讳 中高价位也不忌讳 中低价位 反正你都喜欢的话 没问题 因为这个是询问度最高的 超级双翔炮 这最近 大家打来打去 电话都在问超级双翔炮 你也可以选择这个 因为这个目前询问度最高的 那至于详细内容呢 麻烦您善用 等一下广告中的电话 打电话进来 自然会有帅哥美女 为您服务的 OK 祝你今天股票 操作顺利的 谢谢您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并自负投资 并自负投资 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 订阅十倍数 或扫描QR Code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利加速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 获利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特固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北都TypeNet超值优惠 双响炮 新世代光纤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最低 只要399.3元 违约补偿 最高2000元 限时加码 再送首月免费 149台全数位频道 免装机费 是